《網上朝聖》《聖堂介紹》系列第56輯 在這一輯我們介紹李正屋 聖老齡座堂 1950年代初期 前後的香港白費待舉 市民的生活相當艱苦 而中國內地的難民又蜂擁而止 香港教區為了照顧社會大眾的需要 先後在多個難民區成立了中心和小堂 其中包括在1952年 在長沙環天主教墳墳入口 建立了聖母諸寵中寶小堂 1957年5月31日 小堂獲升格成為堂區 改名叫聖母諸寵中寶堂 1960年10月 天主教善道小學落成在李正屋邨廣利道 和他相連的新聖堂聖老齡座堂 由當時的白英旗主教足聖使用 成為正式的堂區 而聖母諸寵中寶堂 就歸入了在新堂區裡 1960年代是香港經濟非常困難的時期 而李正屋邨和附近一帶都住了不少窮困家庭 唐區為了當地居民提供物資上的支援 派發糧油、衣物和金錢 並為清貧的兒童提供奏學機會 當時領使入教的人數很多 1970年末 徐成斌主教成立長沙灣基督君王堂 並在1971年11月20日祝聖使用 教區又在2023年增設了路德聖母微薩中心 及於1999年 基督君王堂和聖老齡座堂合併 在2020年聖老齡座堂為了喜迎六十傳期 舉辦前線賣物會和武捐活動 並設置了時間廊和文物貴 永知留念 現時聖老齡座堂除了路德聖母微薩中心外 也管轄名外醫院聖家陸小堂 聖老齡座堂被譽為是一棟樸實、親切 但不失其神聖氛圍的聖堂 聖堂的外貌就好像一所 有顏色玻璃窗的學校 但在外牆的聖老齡座善行途徽 卻顯示了聖人的方表 我們步上梯級 就見到一幅善道之無的聖像畫 歡迎教友們來到上主的聖殿 在鑽角的地方 有一個手抱小耶穌的聖約室像 散發著磁場和礙的目光 樓梯的盡頭是一個蓋上玻璃幕的天井 天井的左邊是學校 右邊是聖堂 而天井的盡頭就是聖母岩 聖堂是一個長方形的建築 樓頂很高 而視線無阻 一排排綠色和黃色相隔的玻璃窗 增添了聖堂神聖的氣氛 在近入口的地方 中央的位置是一個大大的聖洗池 如意聖洗是入門聖士之池 耶穌聖心像和聖母像就在兩邊 而主寶聖人聖老寧座的聖像 就放置在近祭台的一邊 而牆上面還安裝了出自墨西哥藝術家 首筆的虎老圖像 就好像十五幅藝術畫呢 而一對陪伴著聖體貴的天使燈 就默默地見證了聖老寧座堂幾十年來的 變遷和發展 特別要介紹的是聖堂天台的聖資花園 每年的聖資慶日 不僅可以分發聖資給堂區的教友 還可以供應其他堂區的需要呢 聖堂的主寶聖人聖老寧座 是在公元225年出生於西班牙的韋斯卡 老寧座拉丁文的意思是受到榮譽 是當時羅馬教會的七位執事之一 掌管教會的財產 負責救濟窮人的工作 在公元257年 羅馬皇帝頒布壓迫教會的召領 第二年 教宗聖西斯督二世如蘭 而聖老寧座將教會的錢財分屍給窮人 當時羅馬總督以為教會收藏了大批財產 就強迫聖老寧座要供出教會全部的財富 最後將他處以敲架之刑 棄絕身亡 當時是公元258年 聖老寧座被埋葬在羅馬城外的西里亞家地下霧月裡 即是現在的場外聖老寧座大殿的所在地 慈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在教會之中 不斷地召喚聖人 保守我們 求你賜予我們智慧和恩寵 學習聖人的精神 對貧困者多加照顧 為弱小者給予扶持 讓我們知道在這個分亂的世代如何活著 成為你的仆人 做你的器皿 來見證主你的生命 發揚你的美善 使天國臨延人間 以上所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 Aman 聖老寧座為我等期 了解 好 syn 得到